廣東客家人坐鱼當然不少得黃酒煲雞 現在有條件即使不坐鱼都可以煲來補一下 今天在鄉下捉的靚雞做個客家黃酒煮雞 何元拿回來的黃酒 有何元帶過來的客家黃酒當然要配上靚雞 家裡沒有養雞就買清遠雞三黃雞 記得把雞內臟清乾淨 靚土雞的雞皮比較爽口 通常我們都會留回來一起煮 怕肥膩可以去掉它 一餐吃不完一隻雞我們就煮半個 老薑可以驅寒拍多幾個 坐鱼吃多些薑就沒有錯了 鐵鍋上不黏鍋一定要燒 燒到有少許起煙才放油 再調成中火再放油 先炒薑 先炒薑 可以聞到很濃郁的薑味 再下雞 用大火不斷翻炒 將雞肉的水分炒走 新鮮的雞就不用飛水了 如果飛水再炒 雞肉的肉質就會很柴 鮮味和營養都會流失很多 不斷翻炒 將雞油炒出來 炒出來的雞油我們將它裝起來 可以留在炒青菜 這樣炒過再主要的黃酒雞 死身就沒有那麼油膩 夠香又沒有雞腥味 黃酒分兩次煮 先放一碗黃酒炒香 吸蓋焗5分鐘 這時雞肉已經有九成熟 雞肉吸收了黃酒的香甜味 第二次倒黃酒就將雞浸煮 黃酒裏面有酒精 煮得久酒精就會揮發 放多少黃酒和煮多久 要根據自己的口味 如果不喜歡酒精味太濃郁 就放少點酒加多點水 換雅煲再煮多半小時 喜歡喝黃酒放多點黃酒 喜歡酒味濃郁 雞肉嫩滑煮滾就OK 今次我大概煮了15分鐘 黃酒香味依然非常濃郁 客家黃酒煮雞是甜口的 所以就不需要放鹽 這樣煮出來的黃酒雞就甘香又清甜 如果拿了鹽 味道反而有點怪 死身又鹹又甜 客家黃酒煮雞不單單坐月可以喝 平時手腳冰涼的女生都可以煮來喝 喝完之後面色都紅潤很多 我就很喜歡吃煮過黃酒的雞肉 我是小米爸爸 記得準時吃飯 點個讚